哪一场战争已经开打呢 陈时中和彦博的战争 张华要做这件事情 也不是说不行 但是重要就是 他要先跟我们来报告 行一个文来 之前你们完全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这是 所以我才要查 我知道为什么就不用查 彦博是跟我讲 就是说他们认为 有一个科学的证据 他们认为在评估的时候 他们针对高风险 他要做这样的一个 居家节目 他是这样电话给你说的 那我说在科学上 这样也不是说 完全不被认可 可是在行政上面 今天不是 我们今天不是在做研究 有研究的想法当然很好 但是你如果这样的想法 跟我们现在目前实施的一个 方向通责是不一样的 那其实你应该跟我们先来报 我们所有的这些筛检的程序 都是依照中央规定的 社区监测通报裁检的 标准程序来执行 它相关的资料 都会建置在系统里面 中央随时看得到查得到 这些资料因为现在调查当中 而且中央都看得到查得到 所以就由中央来厘清 双方隔空交火 第二问题我们来讨论的是 到底彰化卫生局的筛检 在程序上有没有问题 当然是有问题 我们要先强调 防疫视同作战 那个防疫的指挥中心 就是卫福部中央指挥中心 那所以你这个 彰化县政府虽然是出疑美意 可是如果你的程序就是有问题 那如果说你就是 如果你不听指挥中心的指挥 你做你自己的 那彰化干脆自己成立彰化国就好了 有什么证据证明 它的程序有问题 好 那我们会来看一个规定 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这次的这个新冠肺炎的 一个相关的规定 你看卫福部就给你公告了 居家隔离14天 你就是必须留在家中 禁止外出 不得出境或出国 这全世界都知道 对 那是居家检疫 当然就不能出去 就跟你讲是14天 对不对 你看不禁止外出 也不得 就是任何人都不能接触 那另外第四项的规定 如果你有任何的一个症状 你必须要主动的联系当地的卫生局 或是拨1922 就是有通报的意思 好 那今天 那这一次彰化到底哪个程序出了问题 第一个 它第十天就去了 第十天 对 那你说 就是说这个十天还在 就是说有传染性 为什么它规定14天 它就是有它的一个医学理论上的根据 就是你超过第14天之后 你的传染性 就会比较大幅的减低 不然我14天规定归甲的 所以它不应该 第十天就去了 第十天就做衰减 那第二个 你第十天上门的时候 那有两线有两种 到底是你 这个是检验人员去他家 帮他检验 还是你把它带出来 我们现在看的报导 目前是请上第二种 他把它带出来 或者他自行去 第三种是自行去 自行去更夸张了 你不管是任何一种方式 你的隔离措施 你到底有没有做好 所以会造成我们防疫的缺口 换句话也就是说 如果这位确诊者 是自己去检验的 那他没有做好防护措施 是不是又有了新的破口呢 在程序上是不是出了问题 我们先来讲 防疫视同作战 作战以杀敌为优先 什么时候作战 以听命为优先了呢 今天这件事情 最荒谬的地方在于 谁还在管 彰化的那个小朋友 现在怎么办 他的漏洞是怎么出来的 结果大家在讨论是 有没有遵守陈时中的命令 中间有没有完全依照 我国的规范 那个人呢 那个被侦然出阳性的人 如果那个小朋友有问题 你第14天 你还是可以检验得出来 等等 不要管 我问你 你不用等到第14天 你还有4天 你为什么 现在有没有在查 他现在怎么办 那个漏洞怎么出来的 现在 没有 双管纸下 什么双管纸下 那根管在哪 你告诉我今天陈时中什么都讲 来 我再告诉你 4月23号 正是刚才那篇文发了10天之后 现在很多彻翼讲说 不行 把他自己 叫他自己开车 或是把他带出去 都违反我国的检疫原则 这个病毒会外泄 很难以待 盘石建那个时候 请看陈时中说 阿官讲 隔离5天之后 就可以去裁剪 然后怎么裁剪 自行开车 骑机车 前往医院 我们来念这一段 陈时中说 之所以决定在隔离5天之后裁剪 主要是武汉肺炎大多在潜伏期的 5到7天之后会发病 因此特别安排隔离5天之后裁剪 除了可以由卫生局安排 以救护车前往医院裁剪 之外也可以自行开车 骑机车前往医院裁剪 所以学恒的意思是 既然当时盘石建可以 为什么这一次做违反程序 应该这样讲 这个时候陈时中就变成 李登辉前总统所讲的 我不是我的我 当年他讲的是这个样子 彰化县政府照着这个标准走 走了之后 结果现在彻翼说 我怀疑你有问题 但你知道我们民众 真正怀疑的是 那这个小朋友现在怎么办 他有没有传染 这个破洞怎么出来的 结果陈时中的第一时间动作 是叫阵风去查 阵风是疫调人员吗 我跟你说阵风没有疫调专业的 我们听再第一声怎么说 蔡医师 两位都非常专业 专业在用不是专业的角度 来看这个医疗的专业 我讲这句话实际上有根据的 各位想 新冠病毒从开始以后 产生多大的震撼是在哪里 它千变万化 开始有什么症状 后来连 秀学味觉上师都有 那这个东西已经让医界 非常非常头痛的时候 所以如果产生部长跟局长之间 有所谓认知这样的差异 两个人都有公文出来 到底谁的公文才对 代表一件事情 这个公文是滚动式的变化 滚动式的变化就是可能前面跟后面当中 它一个变化情形出来 可能有一些修正 那这个东西是谁抓在前面点 还是抓在后面点 这个差异就非常大了 那我前天写了一封信给部长 昨天 你需要到底 燕博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你要用证度去查 这个我要在这边 很慎重地跟部长讲很抱歉 他是我的前辈 我讲抱歉的原因是因为 我不要用那么重的字眼 医疗专业的问题 我们要回归到医疗专业的讨论 今天这个问题一摊在阳光下 让所有的民众看到以后 我就讲一句话 因为医疗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 民众只有更乱 不可能更好 只有乱上家乱 乱到不能再乱 今天为什么后面所有的东西 演成这么多的变化 医疗的问题是回归到医疗 部长大人 你可以打通电话 燕博你给我来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你给我讲清楚 燕博心里面会觉得 我四个月以前都做了 我从磐石舰 我从三月三十号飞机回来 你们所做的模式 我发现了这些高危险群 我不知道处手 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我就塞了 四个月前就开始塞了 而且你要知道 四个月后才跟我说违反程序 塞的时候 他每塞一个动作 但医院抽血 资料是要立刻上传到中央 所以中央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 所以燕博傻眼说 我四个月前就给你连续做了四个月 你说你不知道 那我该怎么办 所以这个东西我只能讲 在行政流程上 双方有没有在认知上的差异 这是我当一个医生的人 我会去care的 但是现在的焦点 都不在这一些了 都是变成你讲的 谁的时候见 部长今天也说他满身见 我昨天写的东西 纯粹在一个角度 我要跟大家讲 燕博跟我二十多年 他也曾经是我带过的一个 实习医师 他在彰化县的所作所为 我非常的清楚 这一个人做了十六年的局长 历任的四任的宪账 拜托 绿蓝 每个人都对他信任服帖 他做满十六年 这个人会有问题吗 我请你想一件事 他如果不是依法行政狠手的人 不会这样子 他每天骑着U-bike 之前是骑着自己自行车 到办公室上班 他的轿车是开了二十年 四年前 前任局长的车子 十六年没有换过 这样子的一个人 我非常心痛的是 他的作为没有得到认可 彰化卫生局三四百个员工 在心理上会砸出到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我一定要讲一句话 部长 医疗的东西我们关起门来 都可以在家里好好地谈 我们有一个结论的时候 在公告给民众 这才是对的 有错该罚就罚 没有什么不行 来 黄医师 比如说我们 我去看那个彰化卫生局的一个网站 他有说 我们现在有跟台大工卫学院有合作 所以有进口 就是说可以使用比较高级的国外的试剂 来检测说有没有这个抗体 而且他下面有好几个罗列 就是说要进来做试验的这个人 那现在的问题是说 我看到他的这个广告 是说我们有这个三个梯次 然后一个梯次招收三十个人 但我们不知道总共做多少人 因为这个测试 显然是要经过核准才能做 这个东西有报中央 中央已经核准的一个 所以他上面的对象写得很清楚 包括居家隔离检验者 那如果你上报要做这个实验 你上面应该有个审核的人 如果你知道这个跟防疫是有冲突的 那么你不是那个时候就应该挡下来吗 可是就做了嘛 让彰化的这个宪明 或者说他这个居家隔离者 觉得看到这个对啊 是人家都已经承报核准了 我当然是可以出来做 这是第一个 好 所以我们等我再来讲第二个 不是因为有个黄医师他讲的 也就是说居家检验 或者是万人筛检之间是有事先 赵黄医师的说法 就是我讲说吧 是有事先呈上面的 那上面当时为什么不说no呢 为什么不说违反程序呢 不是 医师讲的那个是 那个彰化县卫生局跟台大公卫 合作的一个案 就是那个万人筛检 那个是三个月 然后八月二十五号要公告结果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彰化县卫生局 他所做的一个叫做精准筛检 他从四月份就开始实施这样子一个计划 好 那阿关你问到重点了 你说他从四月份开始实施到现在 那为什么中央他不知情 因为今天陈时中他去接受广播的时候 他也坦诚他不知情 那他说他要去查 查说为什么他 就是说中央会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当然我们也会要批判 就说你到底是 张化县卫生局你是故意欺瞒 因为你刚刚医生有讲嘛 你每一部都要核销嘛 说欺瞒欺瞒 太过于沉重了 对 可是中央说 部长说不知道 我也体谅 部长每天开记者会面对那么样的讯息 所有的东西变化非常的多 公文一张张发滚动 是什么太多的东西 我今天要讲 因为我十六年的局长 他不是一般的 他一定依法行政 他一定是在某些地方一定是承报 那在卫生局本身 这个程序上他走完了 资料都上传上去了 那你要告诉我说不对的话 四个月前你就要告诉我 你今天到四个月后才告诉我 用这样子的理由 我们觉得这里面是沟通的问题 不再是撑扯到一个问题 关我讲最后一句话就好 我们从来都没有去怀疑过 这个卫生局长他的人格 我们也相信他是善意 可是这个就是作业程序出了问题 所以没有关系 现在就让阵风去查 就是今天我觉得很多媒体一开始 但是作业程序出了问题 我讲最后一句 有需要用到阵风去查吗 我不认为一定是作业程序出了问题 是作业程序依照中央的规定做了 那两边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下面觉得我照你的规矩 我做完了 承报上去了 我需要再多做什么 没有 那上面会讲 你一定要跟我讲清楚是做什么 所以这个东西是 对于一个符合行政流程的东西 双方认知的差异 我来补充一下 小玉姐刚刚说的最后一句话 这个事情我们外人 我们民众感觉是 你今天班上 老师怀疑有小朋友操作业 那我们是不是班上学务股长 或者是风气股长 问这个学生有没有就好了 那怎么会请警察出来调查呢 你知道这件事情 有问题的就是等等 你知道陈时中部长说他没有看到 那好 那你请这一个人儿 或者我们说好 请这个风气单位来调查 怎么不调查 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 为什么自己没有看到 你去调查彰化县政府 这不是很奇怪吗 两边都没有看到 但是怎么只调查下沉的人 所以大家要对彰化县卫生局 有信心 因为陈丰的第一个守则 就是去查机关人员 有没有作业为常 陈丰有没有调查陈时中 所以你千万不要把他 打成什么李文亮 因为如果他没有问题 如果陈时中说他没有看到 陈丰为什么只调查彰化县 不调查陈时中 不调查张尚存 上级单位永远没有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我刚刚点出来的 因为是医疗的问题 为什么今天搞到最后 是要让两个非医疗的人在这边争吵 好 那为什么用到阵风 当然外界开始有些会声会影的说法 所以因为这位局长是筛检学会的一员 跟台大工卫的关系良好 所以是不是假筛检之名 其实有图力或者要做研究之实呢 这是外界第一个说法 第二个说法跟你有关了 说您是选过陆岗镇长的人 还是韩国瑜的顾问之一 甚至是国民党医疗委员的主委 好 所以认为你今天写这封信是有政治目的 好 现在有两个说法 甚至已经扯出图力了 所以认为用正风来查并无不可 图力的这件事情 我想大家非常清楚的一件事 任何医疗界在这里面是尖端的人 你们眼科很尖端的人 他会不会当过眼科医学会的理事长 会啊 糖尿病医学会的专家 他有某个最后是糖尿病医学会的理事长 可能啊 这个东西在医疗界里面 我们这些尖端的人 都是要带领他的族群 那一群人 共同去精进研究 台湾医学会的目的 成立宗旨这些的 那筛检学会是不是 筛检学会也一样 我说医疗界就是有这样子 这个中心我首先要声明 所以医疗界的这些东西 到最后岳彦博当理事长 是否就这样讲的 他自己今天也讲 我这个东西完全跟新冠无关 这是第一件事情 你是说他的筛检学会跟新冠无关 这是他的声明稿 是与不是 你们可以查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您个人 我个人 首先要定证 这里面没有所谓普筛 不管是刚刚 阿姨姐所说的那种精准筛检 或者是后面的血清学筛检 血清学的这个筛检 是报准中央 核定的一个研究计划案 他就是要回溯去了解 这些高风险的人 他过去有没有感染过 这个数据 因为高风险的数据呈现 就可以告诉我们台湾的民众 到底安不安全 那这个东西是在8月25号公布 虽然我多少有一点点了解 但我也不会在这边讲 或许出来以后 那一个万人筛检 跟这一次的无症状确诊者 的筛检无关吗 无关 无症状筛检 不是同一个Case吗 是从耳鼻头这边取一些 检体去做筛检 而且这个检体 一定要报中央 所以对卫生局来讲 一个已经报中央 一个已经经由中央核准的 回溯性的一个研究计划 那我到底哪个地方 没有跟你中央讲 这就是地窗 一个难过的地方 好来 黄医师刚刚还没讲完 刚刚明韵姐跟翟神聊 当然就是说得很激烈 说这个防疫如战时 可是是他们两个激烈 我们看到陈时中部长说什么 那个彰化线如果跟我讲 也不是不可以 所以我们会不知道 中央的态度到底在哪里 就说其实下面的人很难依许 那我刚刚提到台大的 那个研究计划 是我说一个医疗的研究计划 它必然是有经费的来源 但是我们看这个媒体报章 报导的时候是说 这个好像彰化线的 这个万人的这个 好像类似普筛的 这种筛检的 这个检体是要请医院 去向中央申请钱 那或者说他是在医院 就是抽钱 那如果是有跟中央有请钱的话 所以我想你应该要更厘清清楚 这个是报中央核准的一个 回溯性的研究计划 所以那个钱到底是跟谁拿 这是跟中央乘报核备之后 它经费的来源 到底是台大工业研究所 本身的费用呢 还是中央 这个东西 一句话 中央要准了 什么都不要去担心这个问题 中央只要准了 因为你只要在基层呆过了 你就知道 你只要任何的这个手续 或是检验或是治疗 需要向中央健保局请钱的话 会有诸多的刁难 这个不会 你这个多少人 他早就来说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钱 他就来给你删删删 所以我不相信中央不知道 所以你这个东西 中央是知道的 我认为他没有理由不知道 当然知道 薛亨来 我觉得大家 所以现在特意不对 把这个事情再推回最原点 如果你仔细看过所有的新闻 其实公卫派跟医师的两派 针对这一次COVID-19的疫情 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公卫派包含了以台大公共卫生学院的 陈秀熙院长 因为他公共卫生的意思是 我要追踪疫情 我要了解疫情感染的状况 我要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受感染 有多少人正在运作当中 所以他们为什么一直主张普筛 可是在医疗体系这边 包含虽然有些人讲说 陈志宗是牙医 但这不重要 他代表的还是医疗体系 医疗体系认为 你非必要的普筛 会增加我很大的负担 因为筛出来阳性 是不是要禁负压 禁负压是如果所有人 要穿全套的隔离衣 所以这个争端一直存在 但我跟你讲 这个事情讲到这里 很多人不相信 这个八卦大概没有多少人知道 它背后竟然跟高雄市长选举有关 因为背后 这一次争端跟高雄市长选举有关 我正要解释完 因为背后原来是两边都有人代表 譬如说陈时中是医疗派的代表 所以他是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 另外一边 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 他是公卫派的代表 然后再加上陈建仁 也是公卫派的代表 所以原来台湾这两个力量 是相对均衡的 公卫派的人如果有事 可以去找陈其迈或是找陈建仁 那如果医疗派的人要找 他可以找陈 他可以去找陈时中 或者找庄上存 那原来这个力量是均衡的 可是等到现在 陈其迈跟陈建仁都不在的时候 公卫派在政府里面的代言人消失了 才会出现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想不到赵学院的说法 这一次的口水战 这一次的炮火 是因为之前有陈其迈在桥 现在没陈其迈在桥了 那个就是政治 这扯到政治了 但是就像医生说我们要回归专业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我 回到我一开始讲的防疫士同作战 那我们的指挥中心就是卫福部陈时中 那所以你彰化线 你如果说自己变成一个彰化国的话 就会变成这样一个状况 他就变成基层 他不知道听谁的 所以今天又爆出了一个网路的爆料 但是我们现在还要到查证 这爆料是真是假 他说他身为基层的公务护理师 结果现在他把他自己搞成跟诈骗机关一样 就是说他要在FB上面 请这个什么居家检疫的民众去裁检 他说他也觉得不可思议 然后甚至还要一直去骗 骗人家说也就逼迫 逼迫打电话去请这个居家检疫的民众来抽 重点是在居家检疫 我们要14天 那你为什么不能等14天 我们的 我说我们今天的这个 站在的这个立论是说 你要检疫不是不行 你为什么不能遵守14天的规定 还要搞到医护人员 公卫护理师去用骗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央一条边 你就听中央的指示就好了 台湾到底有多少无症状的确诊者 而台湾到底有没有社区感染 我想这才是老百姓最想知道的答案